韭菜切成小粒 韭菜的鲜和海肠的鲜可以很好的融合起来 而且它的翠绿和海肠的颜色的暗淡 可以很好的解决它颜色暗淡的问题 五花肉里面它的脂肪比较香 那么我们在吃起来的时候香 鲜 脆 这几种口感你都能够吃得到 肉末海肠就会非常的好吃 我们把五花肉切成小丁 大约0.5厘米见方的小丁就可以了 我们的五花肉都给它切成小丁 放到一边 接下来我们要处理海肠了 这个海肠它是一个冰鲜品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垄冻的 但是这种海肠你使用起来就会比较的方便 首先它的净料率很高 你买到的就是一个净料了 它基本上没有去头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大约一厘米长 因为我们这个海肠它热的时候它会收缩 所以我们改段的时候稍微的大一点 大约在一厘米到1.5厘米的长度就可以了 它到熟了以后它正好缩回来 和肉丁的大小差不多 那么现在水开了 那么我们把海肠放到开水里面 给它焯一下水 海肠的焯水它可以有效地去除 海肠表面的这些粘液和它的腥气味 来给它放下来 海肠入水以后要赶紧地搅散 打散以后马上出锅 因为海肠我们还有一个炒制的过程 所以我们要把它再用清水给它冲洗一下 一个给它降温 另外一个把它的表面的粘液给它去除掉 好了 把这个焯好水的海肠 倒到小碗里边备用 好了 那么海肠我们焯好水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处理肉沫了 那么锅里先稍微的放点油 大约10毫升左右的油 一点点就行 然后我们把五花肉放下来 给它煸炒一下 五花肉当中的油脂 通过我们锅的热度 慢慢它会释放出来 这样子它就会增加我们海肠的一个香味 本身海肠当中它没有脂肪 它以蛋白质为主 所以它很鲜美 但是没有脂肪的话 它不香不好吃 我们就给它赋予一些五花肉的脂肪 那这样子它就会更好吃 那么我们把这个五花肉大家看 它炒一炒 它已经出来一些油脂了 那我们用到这个葱和姜的沫 给它煸炒一下 增加肉的香味 另外这个姜也是一种温热的食材 它可以有效地缓解我们海肠里面的凉 所以说这些呢 都是比较的符合我们中餐烹饪的一个养生的理论 那我们这个葱姜炒香了以后呢 就可以给锅里加点酱油 给它棕棕色 大约20毫升的酱油 来给它爆香 把这个酱油的香味呢 给它炒出来 把这个肉的颜色呢 给它提高起来 让它有点那种棕红棕红的那个酱油色 这样子就共有食欲一点 对不对 然后呢来点料酒 去去腥 那炒菜呢就是这个样子 把味道颜色给它调好了 那你这个菜一定会好吃 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它调味了 那这个调味的过程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来点糖 来点味精就可以了 那有的观众朋友呢 就会说 那这个为什么不放点盐呢 因为我们的酱油里面 它已经有盐了 而且呢 海肠它本身呢 它也会有一点点 那个咸咸的口感 所以我们只放糖和味精 来给它提鲜就行了 好了 那我们的肉也已经入味了 那我们把红椒丁 这是配色用的 给它放下来 把海肠放下来 把韭菜放下来 看啊 这些食材呢 都是紧跟着下锅的啊 就不要拖的时间太长 给它翻炒一下 把水淀粉给它抓匀 拎到锅里去 好 下锅以后 马上给它搅拌 那我们的这个肉末海肠呢 现在就已经炒好了 那我们赶紧把它出锅 韭菜的绿 红椒的红 还有我们的海肠的颜色 和肉的颜色 给大家看看 是不是很有食欲 哎 肉末海肠已经好了 大家看 海肠和肉末呢 它香得一张的一个菜 非常的香 而且呢 韭菜的一种清香的味道呢 扑比尔来